Hi 大家好 我是UncleDos 上星期發放完影片 大家都會發現 為何畫面這麼黑 因為缺少了曝光燈 所以在雙11時 可以馬上買一支曝光燈 昨天就到了 現在就用來拍這條影片 這是在淘寶訂回來的曝光燈 圓形的 這支燈 如果我不用的話 是否很黑呢 用了 是否更光亮 這支燈的好處是圓形 打光就會均勻 同時這支口徑可以調整兩個色的溫度 可以用白光 或者是黃光和白光的混合 甚至是全黃光 這裡有幾個螺絲位 以及有幾萬些配件 例如你可以安裝手機上去 幫助拍攝 這個螺絲位 先關掉彈燈 可以按一下 這個螺絲位 可以按一下這裡 按一下這裡 按一下這裡 這個用來搏手機 可以安裝在旁邊 或是裝在上面 現在先開一支燈 而且這支燈是配合腳架 由於這個口徑不是很大 所以價錢很貴 如果要更大一點的燈 價錢 應該是大約貴到一倍 要用來拍片的話 是需要用這支燈 還有呢 我還忘了一件事 而且它可以調光 調光度大和小 這個調光最強的 調光最小 一般我們都會調光最強的 一般我們都會調光最強的 以後拍片的話 都會靠它來補光的 另外呢 在圖寶裡 這個披薩是 是裝這支燈的 所以不是披薩來的 另外呢 還買了一件很大的 給大家看 究竟是什麼呢 這支燈的 現在開始拍片 這個主要呢 是一個綠景 綠景的幕來的 究竟有多大呢 好像在圖寶裡說 有整個 1.5米左右 這支燈的 我都不記得 實際上的尺寸 我現在拍給大家看 它是一種很滑的 好 真的好巨型 嘩 會腍得 這個超級米繞的幕 要想想怎樣放 才能否擺 完成了很久 原來這個膜比想像中都不太大 如果用來自拍的話 始終這個位置只有這麼多 你看到我現在手伸到盡 剛剛是邊皮位 多多支燈和錄影之後 希望明天拍的影片會豐富一點 今天的介紹就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 拜拜 拍完之後不懂得收 大家伙 鏡頭卡住了 妳們看看吧 那麼 你們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